前游车车同摇序曲强过蓝牛现有点圈车玉兔雷诺媲美黄牛 那么这期咱们就来体验一下据说可以媲美黄牛的春节点圈车玉兔雷诺 先来看特性 这个特性可以说是跟凯蒂雷诺同类型的道具车 区别是凯蒂雷诺是使用道具的主动触发类型特性 而玉兔雷诺是被道具攻击的被动触发类型特性 然后这车主打式的道具 所以道具方面的性能会特别突出一点 改装左左左平跑速度可以达到210 比无特性的雷诺机甲还要快 然后双喷最高速可以达到268 比普通竞速类型的A车快20时速 然后小喷时长竟然有长驻的0.78秒时长 跟雷诺机甲一样都是特别长 但是有长就有短 淡气时长就要比竞速车要短一点点 然后小喷动力非常的恐怖 不过是用削弱淡气动力的代价换来的 不过也正常 毕竟道具车很少用到淡气是吧 那数据上看 道具性能确实是可以跟黄牛白白手腕 是一辆超出平民性能的道具车 而且虽然是道具车 但它跑竞速能力也不是很差 手感转向实战对抗还有速度都是很棒的 就是机器差了一点 综合来讲是一辆道具很不错 还有一点点竞速性能的平民A车 值得抽且必须抽 毕竟做任务的话就差不多可以白嫖这辆车了是吧 好了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的可以点赞支持一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